门口两个这个是雀台 是一种礼制县的建筑 入口这里 前面的这个八灯形的这样一个建筑 就是县殿 它是路人祭祀所用的一个场所 这个前面就是三号 西夏开国皇帝李元号的陵墓 它的造型比较独特 它是结合了汉族佛教以及党像族的文化 产生的这样一个别具一格的这样一个造型 可以看到像是一个佛塔这样一个造型 这个以前外围应该是有一些木质建筑 都已经被破坏掉了 它是已经风化掉了 它的这个外围是一个城墙 四周四周都是城墙 然后在这个正门外边还有一个月台 也就相当于是一个防御性的建筑 西夏王林是目前最大的 也是目前地面建筑保存最完好的礼墓之一 说起西夏说起台国皇帝李元号 还是比较奇葩的 是被瘤的鼻子失血过多了 这就不回事了 然后在政治文化以及军事上 自己学习它的作为 在早期的时候 但是到了中晚点的时候 西夏呢 由于政治地位 已经稳固了 所以呢就开始纵行殊色 不理朝政 他的儿子 宁宁哥结婚 他作为父亲呢 就要去主持婚礼 然后在婚礼上 他就垂涎于他儿媳妇的美色 把他儿媳妇的占为己有 并且恢复了原先的皇后 也就是太子宁宁哥的母亲 然后能替他的儿媳妇为皇后 这么变态 他的儿子他敢怒不敢言 也只能闷着心里 然后 李元浩的宠妃 魔葬式的 就在一头宏永太子林宁哥 然后林宁哥的再一天 就冲进皇宫 但他的父亲就杀了 打斗之后呢 就把他割成鼻子给割了 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而林宁哥的也因为 末葬俄旁 安了一个师父的罪名 给处死了 后来呢 就 就立末葬俄旁的外甥 也就是李元浩和末葬是 他们的儿子 李亮作为皇帝 那个时候李亮作才一岁 他想而知这个政权落在了谁的手里 所以 莫葬俄旁 就是当时的一代全城 一代开破皇帝 就这样子 现在在西下 他们西下鼻子是 喜欢以割鼻子这样的方式 来对待战斧 来对待敌人 这是他们的 他们觉得的一种炫耀 荣耀的一种方式 李元浩竟然以 他们所炫耀的一种方式 方式 所死在他儿子的剑下 我感觉 感觉 还是比其他 有点儿 好笑 这里全部都围起来了 头颜 头颜 太智的处理 直转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 周围 都是长满了杂草 但是这个林木上的 没有草 可能就和我们昨天去的那个 镇北部 这个城墙 是一样的那种 铸成的方式 就是史书里面记载的 蒸土的那种方式 就是把 就地取土 把黄土和粗和细的 沙石混在一起 然后就 就把它抛入 高温的石灰水里面 然后就这样 浇注而成 所以 这应该是他不长 不长草的原因吧 但还是经过了这么多年 慢慢在轰化 而且在林木前的技术的话 也没有一个永久的保存 我只是说 暂时性的保存 这个是枸杞的 看一下 这是不是枸杞的 你看 林夏枸杞很有名 林夏黑枸杞 应该是枸杞 应该吧 下 再试过去 我像上面有刺 这两天呢 碑亭就是为帝王 树碑立桌 有所多的 在这个上边 在以前是有一个 像塔一样的瓶子 应该是瓶子里面 放在塔地的一座瓶 但瓶子就没了 西夏亡陵 占地面积 五十八余平方公里 分布九座 帝王陵墓 两百余座 王红熏器的陪葬墓